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2023年度巫统代表大会进入最后一天 今天会场的主旋律之一 依然是声援前巫统主席Bosku·纳吉 在现实的政治游戏当中 人走茶凉是常见的事情 然而今天多位巫统中央代表在辩论环节为纳吉请命 纳吉夫人罗斯玛表示 他对于巫统党员所给予的支持感到非常感动 并希望纳吉能够尽快获得释放 巫统大会来到最后一天 今早辩论环节 代表们频频为纳吉请命 而纳吉的女儿诺亚娜 今天也首次以巫统女青年团代表的身份参与辩论 她在演讲中途要求全体出席者起立声援纳吉 对于巫统一众代表始终没有忘记纳吉对党的奉献与牺牲 今天也出席巫统大会的纳吉夫人罗斯玛表示非常感动 她说纳吉经常挂念着人民的需要 她相信大家都希望纳吉尽快获得自由 副首相间巫统主席杨莫扎西刚刚在巫统大会做总结的时候也说 她在日前曾经前往监狱探访纳吉长达一个小时半 然后她还和纳吉共进早餐 阿姆扎西说纳吉目前正在进修修读这个博士课程 至于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扎西就没有再透露更多 只是强调武统会捍卫纳吉的权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